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人的表面是什么样的皮肤 但在皮肤下面深处 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出生在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和性格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人 我们人类内心及大体原则是一样的 但外表细节略有不同 如果我们内在心思相同 而外表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我们硬要把它分成不同的阶级 无论我们是高贵的还是独立的 总统或人民 富或贫 强或弱 健康或残疾 我们生来都平等 无论我们是年轻还是年老 男人或女人 高或矮 胖或瘦 明智或愚昧 我们生来都平等 我们都有生命 同样的呼吸 同样的血 同样的欲望 同样的尊严 吃同样的食物 都走向同一个不利地 死亡 我们都是生来平等 但人类自己设置阶级 等级和制度来把人分隔 并将人分成不同的种类 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有很高的成就 这是因为他们出生于富裕的家庭 或有皇家的血口 或出生在和平时期 想想这些同样的人 如果出生在贫穷的家庭 或破裂的住所 或出生在战争时期 那么他们的成就可能就大不同了 每个人生来都是平等和自由的 人类阶级是人自己造成的 它是便于上级人物来控制下层阶级的人 它真正显示了人的罪性 试图掌握权力来控制别人 每个人都住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分享地球上所有的一切事物 没有人能有权利选择出生在那个家庭或国家 没有一个种族比其他种族优越 每个人都有长处和弱点 我们共同拥有这个地球母亲 我们共享所有的能量和资源 我们在一起分享太阳 月亮 雨水 空气 我们所呼吸的空气 有一天别人可能也会呼吸同样的空气 我们所喝的水 有一天其他人可能也会喝同样的水 我们做的事情会影响别人 而他人的行为也会影响我们 我们都在一起走这趟生活的旅程 把我们的身体与穷人的身体换个位置来想 然后我们将意识到 我们应该分享地球上的所有事物 为什么要分隔我们 创造了冲突和战争 为什么我们不团结起来 创造和谐社会 让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平安的日子 我们只有一个生命活在这个地球上 若是夺走别人的权利 而让我们生活更舒适和更优越 这是自私的想法 用别人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 我们的观点会有所不同 我们不能有火灵 以输入的态度 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每个人都赢的社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